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面多就用的少一点 主要用的是这几个东西 冶炼方法还是常规的三个 火法 电法 施法 其中火法是最典型的 像施法 心用一用 同一冶炼过程中存在的危险与害因素 火灾 爆炸 机械伤害 其中伤害 高速坠落 灼烫 出电 中毒 这讲的就相对比较专业 就这个字 对吧 前面就改过来了 这是按旧才写的 天冶炼过程中存在的危险与害因素 可是就又这样写了 火灾 爆炸 中毒窒息 灼烫 过路爆炸 压力容器 爆炸 这讲的是对的 机械伤害 启动伤害 测量伤害 出电 高速坠落 物体打击 坍塌 烟疫 这把我们常用的除了特殊场所 一些矿山方面的全讲完了 然后这也是常见的 这有 所以其实还是大同小异 大部分都是相当的 这要讲坍塌的话 哪个东西没有机会呢 对吧 没有机会 好 烟疫的其实 那个场所里面也是可以有的 好 这里面拆开描述了一下 后面再加了一个 化学有害因素 粉尘造成振动非电力辐射 好 这个就属于物理的 电辐射是属于放射角度的 这叫只要危害因素 现在你不能看清了 所以同野链这里面只写了一部分 只写了一部分 看着这编书的时候 这肯定是两拨人编的 一看就看得出来 好 这个 你看现在你是心里大概是明白 都差不多 其实 我们看看这个练心 用事法机会多一点 火灾爆炸 众多自习灼烫 过楼爆炸 压力容器爆炸 然后机械伤害 其中伤害 车辆伤害 触电 高度坠落 物体打击 坍塌 烟疫 是不是差不多 这个不要你记 你脑袋有这个概念 如果他考 是有挑的思路的 你讲什么思路 前面做过题 像这个地方他就没得考了 这个环节 整体考他是考不了了 他肯定考某个局部的东西 危险有害因素 你看看他 跟他的基本的简单的公益感受 判断一些最不可能的 答案就出来了 前面提过的 好 求磨机检修的时候 要通知电工将配电室内电源切断 我们要确保安全 然后还得有人监护 否则你一切断别人送上了 对吧 好 这就行了 去发这个 还做了一个保护措施 这句话显得就很好 拿下保险 并挂上禁止核杂的警示标牌 这就是我们长期工作中 慢慢出来这个激进的措施 因为 这是我们这做了 我们在一些机械行业 看到机械情况 有的就我们讲的和尚了 但现在我们要求也是越来越严 什么意思 就像这个做法就很好 但有的时候呢 我们人就侥幸心理 哎呀 我一会就弄好了 弄一下就行了 就这事就没做 还有那句话 我们操作过程度写得很好 有时甚至作业方案都挺好 但真正去做呢 有的时候就懒那么一两步 一开始做都挺好的 做着做着感觉 哎呀 没事 非那个事 对吧 就感觉 解决一下没事 就不非事了 所以就偷懒了 所以就讲了吗 我们那个案例题 我们还七十分的 一看到它的一些 随便的一些操作 图方便呢 为了什么什么呀 后面做的应该都是不对的 这叫侥幸心理的做法 好 统内有人的时候 要派人监护 你看就是讲的这个东西 检查完毕之后 要检查内外是否有人和障碍物 确保完好如初 各方面东西都弄好了 才能开车 才能开车 这基本的讲的是 像一个操作规程 好 这里面没有专门 要大家专门去记得 没有必要专门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来几道题 看看 如果来点选择题都有分呢 大概怎么做出来 对吧 有的有简单一点 有的也有难的 下列关于防止水冷箭漏水 引发高温溶体浴水发生爆炸 这是一个典型的我们眼镜行业的问题 在安全措施说法错误的是 鱼热过如 不正常信号 因反馈给同野链如自动化控制系统 异常情况要到主控室 我要知晓这个情况 挺有道理的 好 机垂系统必须有备用装置 这也挺有道理 有备用万有异常情况 我的机垂要能跟上 鱼热锅炉系统 有强制循环泵 必须配备备用泵 并实现双回路功能 双回路是好的 备用泵也是好的 都挺对的 这怎么错呢 我们再看看地 严重缺水烧干时 立即通入冷却水 烧干了要降温了 所以这里面就隐藏了一个字眼 我们就觉得怪怪的 这个字眼就是我们阅读案例里面 叫潜台词 什么叫潜台词 就是这个立即这个字眼 我们听的就怪怪的 立一通冷却水 水一下去 正好你缺水烧干 高温 越大量的冷却水 会不会是炸裂呢 对不对 或者爆裂呢 等等 或者容易我们发生热脏忍缩的反应 所以应该可能就不太合适 所以看来应该就是他了 人家有个基本的安全理念 对吧 所以呢 果然就不合适 是严禁这样做的 严禁这样做的 好 所以要有些思路 不可能每一个标准规范都能讲得到的 当然你有时间自己再翻一翻 好 下来关于防止二氧化硫烟气泄漏安全技术的说法 错误的是 冶炼炉 因安装吸收层和二氧化硫烟气收集处理系统 除层除硫 有道理 安装二氧化硫烟气浓度检测装置 也挺有道理 保证隐风机转速不变 这个防止它泄漏 保证隐风机 这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吗 好 D 隐风机与同熔炼用炉兼应有安全联手装置 万一你有些泄漏 我的风 可以假如加大 免得你急剧 所以这里有安全联锁 这也常为描述 A我看的也是 要有除尘除气的这个装置 要有检测装置 D呢 要有相应的联锁 来处理这个泄漏的情况 就C看到弄不太明白 而已我们现在的感觉 ABD就感觉挺有道理 对吧 这个不太明白 那就选它呀 你懂不懂都没关系呀 当然你懂是更完美了 而且讲这个不变它就不合适嘛 不懂也没事 反正ABD我觉得挺好的 C 总的挑一个头来 对吧 也可以 好 这是这样的一个阐述 我们考试是这个嘛 安全技术 对吧 这就是安全技术的考试了 第三个 下列关于防止电收成系统的出电防暴安全技术的说法 错误的事 出生设计是开停与工艺设备不可同时 啥意思啊 出生设备与工艺设备不可同时 哦 可以不同时 我们你设备开了 我就应该接着就开始出城了 应该是 就我们讲的要连锁 跟前面刚刚讲的通风一样 要说应该是同时才合适 怎么可以不同时 对吧 怪怪的 往下看 所以你由于这个理念 我就不用每一个所有的这个措施 跟你浪费时间读一遍 你有时间自己看一看 我弄几个题 你感受一下怎么去做题的就好了 每个读一遍有什么意思呢 你自己又不是不认识字 对吧 有的有必要的给你解释解释 好 收集的粉尘应采用密闭运输方式 避免二十样成 这讲的就很完美啊 相对来讲 为什么收集的粉尘密闭运输 免得它闪出来 形成报道混合物 这一讲的还是避免二十样成 就讲的这个意思 主轴风机操作时应与风机房隔离 操作时风机房隔离 免得一个是火源的问题 一个是万一发生危险 互相影响的问题 挺有道理的 还有呢 还有噪声角度的描述了 好 进入电出城清 内部作业前 应确保接地可靠 这个讲的就很完美啊 对吧 电出城要接地可靠 免得你这个城一过来 炸掉了 所以AC里面挑 AC里面挑 这要隔离做保护 这个讲可以不同时 而且描述就怪怪的 这就叫我们民间说法 自己的一些说法 可能就不是太合适 所以这应该是同步才合适 你开开我就打开 打开的话正好你产城 我就排掉嘛 对吧 所以那就选它呗 而这开庭保持 不就相当于是同时的意思吗 所以你要有这个理念 就是哦 它是要做什么用的 不管它从哪个角度 还是消除减弱各房嘛 对不对 第四 下来关于同电解 精炼电解液 净化安全技术的说法 不正确的是 脱身因设出风系统 然后因设置生化物 自动检测报警器 脱身岗位等区要设防止 也急性的破坏影响 冲灵和吸引装置 电机脱身朝 出装朝前需停电 五分钟以上 并保持出风 这选哪个呢 这就相对就难一点 对吧 好 要因设出风系统 检测 这个应该合适一些 对吧 这个区域呢 应急相对应急措施 也合适 重点就这两个 这两个 所以假如这两个 让你选选哪一个 我就看看你的这个基本思路 做题的一些基本理念 这个要设出风系统 这讲了 需停五分钟以上 保持出风 所以如果我讲选低 你能不能理解 老师为什么选低呢 假如我都没记住的话 你看 看这两个字 如果A错 D肯定错 如果D错呢 A不一定错 为什么 错在哪呢 他可以错这样 好 在这里面 再给大家讲一下 怎么考 有的题目 对吧 你看 如果A错了 你这也讲抽风 你肯定也错呀 这错怎么办 这是个单选题 对不对 你错 我不一定错 为什么 你可以错在 这个地方 你不熟悉的地方 你看果然就在这 好 这个希望大家考试 遇到一些难一点的题目的时候 刚才我就没讲这个 特意没有讲 这怎么办 你不可能每个参数都记得住我考试 我可以 肯定这样讲 对不对 你不可能每个都记得住 遇到一些记不住的 我们题目也在做呀 对不对 可是可能还没有去记呢 这个不就我们没有记吗 那怎么办 有些题目 当然还有这些题目是 特别难 那就没办法了 对吧 就像全部都是要记的 哪个都不会 那就没办法了 有些题目你可以 靠靠我这个 看它的描述方式 是不是有一些 我们很多题目都有 这样的一个一些 类似的特点 是希望大家 就跟我们讲安全一样 安全第一预防 综合治理 综合治理 多管齐下的意思 对吧 我们也是多管齐下 有这个理念 再加上一些做起的思路 好 这道题 我们就相当于 在一定思路下做对了 对吧 好 第五个 千眼睛炉 也要使用柴油天然气等 进行轰炉时 若违章点火 即发生爆炸事故 下列关于 这个点火爆炸事故的 主要防范措施 不正确的事 点火界应检查燃料阀门 是否严密可控 确保 未发生内漏 这讲的是 严密性 不要有泄漏 挺有道理的 严格执行 先通油气 后点火的点火程序 就按这个工序来 点火失败后 应立即再次点火 重新按照 点火程序流程进行 如常内 进行 这个彻底吹少 好 这个待会再解释 这个东西 合理控制通风量 和油气的挤入量 十量加大油气量 确保充分燃烧 这个怎么去领会呢 所以这里就要靠 火在爆炸 这不讲防范吗 防范火在爆炸 不就防着形成爆炸混合物 防止火源 不就这两个点吗 但是怎么跟这个 对上口 所以给大家 我这个解释 所以考试 你哪个都记了吗 但是有这个 这道题就冲得来 怎么出来 我们看 首先点火 先检查 这个严密可 不要有内落 不要产生 弱不就形成混合物吗 对吧 然后再看这个 先通油气 后点火 点火程序 所以仔细一看 我觉得这个是错的 为什么呢 你看 如果先通油气 再点火 油气一进去 形成这个爆炸空间 你一点火 现场就炸 对不对 所以之前我好像讲 解释过 像家里的煤气照样 你打火 你看火是火花先打出来 然后煤气再出来 再凿的 如果煤气先出来 假如 当然那个短暂还好一点 有时候 有时候你吓一跳 有时候 煤气照没打着 你打过来 火没打着 但气已经出来了 然后你再打一下 有时候火 砰的一下 因为什么 它已经散映出来了 因为那个量小 周边浓度还不算太 那个 就是没有形成最佳的爆炸浓度 所以你还好吓一跳 如果是 忘关煤气 你再点火 不就炸了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思路是一样的 之前也讲过 所以这个一看 它应该就有问题 我们再看下面 有这个 你能理解的 C是一个道理的 点火失败后 再次点火 要按照点火程序来 同时要彻底吹少 为什么 不能形成爆炸混合 要彻底吹少 然后再开始 先点火后通气 免得你这个不吹少 干净的话 点火失败了 里面有燃爆气体 你再点火 啪就炸掉了 所以这句话 就解释了 B的错误 其实就解释了B的错误了 好 然后控制相关的这个量 实际上 加大相关的这个情况 确保冲锁燃烧 这是燃烧能的角度了 这是稍后 处理的情况了 这些答案 肯定是它 第六题 下列关于防范 熔熔金属 及熔渣泄漏爆炸 及灼伤事故的措施 错误的是 冶金楼冷却水系统 分别设置备用冷却水泵 采用双电源进行供电 讲的也挺有道理 对吧 有备用 有双电源 确保防止异常的 挺好的 感应电路 设置 炉壳保护接地 在高压侧 加装过电压保护器 接地 防止漏电 高压的话防止过压 讲的也挺有道理的 接触熔融金属液体及溶渣的专用工具 只要没有破损 只要没有破损就可以投入使用 这感觉好民间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这个感觉 安全工作 这个描述方式就很讲究 这个感觉你做法律法规 做技术 做管理都能用上 你知道这个选项它描述就不太合适 你看这个感觉怪怪的 你看 只要没破损就能使用 这不是我们自己讲的吗 哎呀这个 领导这个该换了吧 哎呀又没事 接着用 省点钱对吧 民间说 其实这个应该是不太合规的 对吧 一旦有问题 该有问题 该修该换换嘛 能是只要没破了 就可投入使用 这个还要标准规范干啥 对不对 所以这个字眼就怪怪的 我们看 D 提前准备耐火泥 泥枪已被堵漏时使用 这个一旦有问题 做保护 所以这挺合适 这个挺合适 这个挺合适 这个备用和霜也挺合适 就你这个民间说话怪怪的 那我不选你选谁呢 不选你选谁呢 对不对 所以你看这果然就不合适 对不对 老师不是跟你讲的不一样吗 这有问题 所以你就知道 只要它不是正规说法 你每个规范条文就背得下来吗 背不下来 但是它要做错 对啊 假的选项 这都是规范 我要弄出题目来怎么办 它就要把一个规范改写 它怎么改呢 它就靠这些感觉就改了 改就变成一些可能民间说法了 就像这样的模式 你就知道它有问题 挑着就好了 具体规范原文到底怎么讲 你不可能每天要背下来 但是我们思路上还是知道的 对吧 你要使用 你看也是要做处理 要么就不能使用 该换就换 要么经过某种工序 该修修 该换换 这是经过某种工序在那里用 也可以啊 但是像你这样的描述 可能就不合适 知道吧 这就叫理念 这就是我给你的这个知识体系 或者它考试的模式 哪门课都相同 好 这一点 希望通过这个给你一个提醒 好 第七题 下来关于球磨机安全技术的说法 错误的是 开动球磨机的时候 先进矿江后开球磨机 这个工艺不太熟悉啊 有点忘了 就先往下看 球磨机检修 统内有人时 派专人监护 二嘛 万一有人在 旁边没人看着 可能会有异常 这个常规描述 检修完毕时 因检查球磨机内外 是否有任何相应的障碍物 确认无误后 方可开车 这个肯定没问题 对吧 好 C 检修完毕试车时 因检查球磨机内外 是否有任何障碍物 确认无误后 方可开车 所以这个讲得很完整 肯定没问题 开动球磨机 使转动部位 不能有人有误 这可能也是合适的 对吧 就在两个里面挑 球磨机统内有人的时候 要派人专人监护 防止意外 也挺合适 A没看太懂 假如 这三个假如都对 那就是你吧 对不对 开动球磨机 是先进矿江 后开 开动球磨机 这不合适 应该是先开再进江 合适一点 所以呢 反正这三个 我觉得更有把握 那就轮到你了 也行 这也是一种 做题的排除方式 对吧 好 这个希望大家就 领会了 第八个 容柱如 入如物料 比较潮湿 作业工具 潮湿或有缺陷 已引发 灼烫事故 下列关于 容柱安全技术错法 错误的是 如芯片 应干燥 有少量水分时 一次性尽量 尽量要少 这讲有水分 尽量要少 哎呀 搞不清了 往下看 尽量口前有人时 尽量作业 应少量谨慎 讲的也挺有道理 对吧 各现场物料 应保持干燥 这讲应该挺好的 对吧 保持干燥 因为有潮湿的话 容易发生问题 所以要干燥嘛 各类作业工具 应经常检查 防止受潮发生 伤人 就是温度高 对吧 然后碰到低温 炸链嘛 CD应该都对 AB里面 再看一下 如芯片 因干燥 有少量水分的时候 尽量要少 就这样的描述 感觉怪怪的 对吧 尽量口有人的时候 因少量 谨慎 这两个都有点怪 一个是 有水分 到底要不要尽量 要么就不尽量 要么就 就像这个讲 就是对的 尽量要少 还有一个 有人 少量 要么是不能有人 有人就不能尽量 要么 有人呢 尽量要少 谨慎 所以这两个档次是一样的 就看你的一些理念 或者你相关的东西 有没有看过 或者有没有 做个基本的感触 这两个是一个档次 做这道题就难 真难 这里面有一个理念 人 更重要一些些 所以人的这块要求 就要延一点点了 这两个档次是一样的 有水分 你不要下去 不要下去 就会有异常了 所以这里面用的是 少量水分 少 不会引起什么作用 但人呢 更重要一些 有人 我们要控制 所以这两个理念是一样 所以这道题就比较难一点 人更重要一些 要求就高一点 所以有人的时候 不能尽量 不能说尽一点点 尽一点点 它可能也会有影响 对吧 出问题 所以这道题就比较难 两个理念是一样的 有水 要么不给尽 要么像这个 少量水一点点 不会有什么气候 要么呢 有人不能尽量 要么有人尽一点点 应该没什么伤害吧 是不是理念一样的 但是我们是以人为本 人是我们不可逾越的红线 对吧 这就明白了 好 这一块我们就给大家讲完了 希望大家在我们前面的技术上 然后这个专门的安全技术模块 带上理解的做一些记忆 先记住一些很核心的基本的一些参数 然后在你法律技术学的比较好的时候 因为法律有些要记 技术也要记 管理记得要少一点 重在理解 好 当然也有一些要记得 相对来两个量 好 记好之后 学有余力 我们这块技术角度 再加多一些记忆量 一步一步来 这样规划下来 你的整个学习应该还是不错的 好 谢谢大家